会带去被中判吗 双手上靠不发抑郁 过去英勇形象的陆军航特部 士官兵竟然被中国渗透 甚至拍影片高喊 我愿意投降解放军遭到逮捕 中国待遇有什么好处 会后悔吗 因为士官兵涉及的内乱外患罪 高院拥有管辖权 由院方审理判决 一审判从中牵线的销信商人 13年被判罪重 另外卸信商人被判8年 士官兵当中被判最重的是 卸信忠孝九年 其他人分别是一年六个月 到七年四个月 其中一名拍摄新战影片的 无姓男子则是无罪 回溯这起案件 高检署查出2021年开始 卸信商人和陈信 萧信退役军人 利用习日的军中人脉 皆出包含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六栋妖旅卸信忠孝 和信少校 康信及红信上位 引诱集体交付汉光演习 等军事机密 另外无姓陆信士兵 还被要求拍摄新战影片 喊出我愿意投降解放军 谋取不法报仇 一共10人遭到起诉 高检署要求从众量刑 本件商人重判13年 行度高于涉案军官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利用金钱 拟用他人加入 涉案行为属于核心行为 所以被认为说 整个案件它处于领导的地位 如果没有他的话 没有军官可以参与本案犯行 因此被重判 陆军航特部 是我国的重要战地之一 竟然有多名士官兵 被中国渗透吸收 震惊各界 司法重判 要让出卖国家的人 付出高昂代价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